長沙灣近年成功扭轉老舊社區的形象 其中由華貿集團和市建局合作發展的劉悅 為處西港農民創生活圈之中 附近除了由創意文化產業為主題的商場 D2Place 還有近日落成的新商下 八三擎臨街 當中的新設施成為近日不少人的打卡熱點 區內亦有不少的文青咖啡店 吸引遊客和港人假日前往 近年區內舊工廈亦逐步轉型 在長沙灣工業區內 除了由市建局帶頭 局部改造的永康工廠大廈之外 不少舊式工廈亦申請重建 衛生式工廈或商下 活化工廈為社區增益活力 亦增加區內物業的投資價值 其實這兩年多了很多隔級的寫字入落成 加上D2Place的活化工廈 多了很多其他地方的公司 會進駐這一區 亦都是因為多了很多人進駐這一區 會在上班的人 都會考慮在這裡租或買賣 其實預計同區的需求會增加 同區有一些剛剛入伙的新樓 如果你看回他們的租務情況 可能由小單位開始 其實那個回報是可以看到 普遍會見到四厘 個別某些單位其實是 可以做到五厘的回報也不出奇 至於如果你說一房的租金 有一些是可以成交到一萬七千多 至於兩房是 四百多尺的兩房是有機 亦有成交到兩萬一千多到兩萬三千元 都會有足夠 其實租金回報是比較高一點的 月月提供一百九十八伙 涵蓋一房至三房互營 周邊的生活配套成熟 距離長山樓站也只是大約一分鐘的暴程 如果你說這一區的新盤 成交都比較暢黃的 那有些什麼人 其實主要會分了幾批 第一批是廣島區上班的一班達人 會買回來這邊 因為長山樓站過海其實都是講了十八分鐘的射力 除此之外 近一兩年 其實會多了很多內地的專才 包括租也好 買也好 都會考慮這一區 再加上這個位置 旁邊始終都會有一些學校 一些專上學府在這裡 都會有一批的學生 還有教師會選擇買回和租在這個位置 長山樓是一個已經發展成熟的社區 而項目附近也有很多紋身店舖 例如青山道附近有很多食市 也有大型商場V-walk 所以生活配套都十分完善 長山樓教育配套也同樣完善 為主四十小學及深水埔區中學校網 享中小學名校校網優勢 例如聖工會聖紀文小學 補血會上至英文書院 而香港誓一 奧運金牌得主張家朗 也都曾就讀區內的英華書院 留款更加是全港首個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 俗稱MIC興建而成的私人住宅項目 透過先章喉陷的概念 將現場建築工序移私至廠房進行 再將預先章陷的組件送去工地組裝 大大減省現場施工工序 以及受天氣影響、勞動不足等等 影響施工工序的建造限制 最後與大家參觀下示範單位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